感情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女生可能更细腻吧 更能体会一些吧 女生可能更不着边是不是 女生更不切实际 不会不会 我觉得 我觉得 你就应该是一个 对感情挺细腻的人 有吗 那你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上一段感情里 你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 没有走到一起了最好 还是分开了 这 这当然这是 从结果论上来说 那段感情也有十年了 而且就是从交往的过程来说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大学还没毕业 确实也伴随了很长时间吧 就是她从学校毕业 然后刚开始工作 刚开始面对社会 就跟我在一起了 那是挺伤感的 对 每一段感情就是她到了分别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都觉得其实 确实是 除非你完全不在乎 但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在 我的感情经历当中 还没有遇见过 就是我真的 到了一个我 完全不在乎的境地 那时候才提出分手 或者才 才想到分开 从来都没有过 所以你会 你的 你的 你的感情会 现在会分给你踢足球的儿子一部分吗 那是必须的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 可能 就是还是 就有点像回到二十多岁 那时候大学刚毕业 然后自己一个人住 然后差不多是那个状态吧 对 就是一个完全是 就是你 就比较自我吧 然后 但是我觉得比起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可能逻辑更能自洽 那个时候 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孤单的嘛 对吧 你大学刚毕业 然后 人生一切才刚开始 那时候你是本来就是一个人嘛 但是 现在呢 就等于说 好像就是走了那么一个大圈 然后 恋爱 结婚 离婚 当妈妈 然后把这一个大圈 然后全都走完之后 你现在再在一个单身的状况的话 我觉得一个是比那个时候 就是更加的自省和自觉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逻辑 然后是 就是逻辑是自洽的 其实就是你现在对自己这个状态 是满意的满足的 你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你就会觉得说 哎 我单身不行啊 我要去找个男朋友啊 一定要怎样 对 虽然同样都是想找个男朋友 但是 但是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嗯 对 我觉得反而在这方面可能会更纯粹 嗯 就是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点这个就是社会的误解吧 嗯 就是说很多这个社会就觉得说 说一名女性你年纪很大了 然后 你还带个孩子 嗯 那你应该是特别着急 然后就要 把自己嫁出去吧 然后或者是说 那你肯定在这方面你就没有任何标准了吧 然后嗯 嗯 你你就 嗯 就是差不多 然后可能就要很着急 你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 真的有我刚才 给你说的那些所谓的框框吗 我不觉得有 我框框很多呀 我我在第一段婚姻里面 我感觉最多的就是 就是我被各种框框束缚 三同四得 婆媳关系 这个 倒不是 倒不是 就是倒不是三从四得婆媳关系这些 嗯 就是你会很明显的就是感受到 嗯 因为我 我 我前夫 然后他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人 对 但是呢 嗯 就是你 你到最后你明显会感觉到他对你还是有很多要求啊 就是那比如说作为我来说 嗯 我 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你不仅是在精神层面 嗯 就是说他一方面就是要用一个现代女性的要求去要求你 但是 另一方面呢 然后他对你其实还是有对传统女性的那些期望的 嗯 所以就当就是他发现你在这两者之间 然后不能够很好的去取得平衡的话 那他的那个愿由然后也是很大的 嗯 但是对我来说呢 我就觉得说那既然我什么都能干了 我要男人干嘛 对 这个是我 我当时就是非常突出的然后一个感受 嗯 就是既然我什么我我 我已经蜡烛两头烧了 然后呢 你还要再 就是 所谓的有抱怨也好 或者就是你 就是你你还要再以 就总之来说就是我觉得当时这个事对我的压力也很大 然后包括就是那你说公公婆婆虽然就是嘴上不说啊 但是呢公公婆婆呢其实心里呢也是有一定的意见的 你那时候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我婆婆一开始是希望我们住在一起的 但是后来因为我的坚持就没有住在一起 那所以这个事后来就买 也产生了肩毛病 又买了梗 就是这个事也就买了梗 对啊 嗯 就是总之过去的女性她完成一项责任就可以了 就是 你完成妻职完成母职就可以了 那现在女性呢 然后她是 呃就是身兼多职对吧 你得独立你得有家庭 你还要有时间去做提升 然后就是完全是 呃就是一艘这个航空母舰 我觉得如果就是人人都拿这样的一个完美的要求去 要求一个普通人 那这个真的是 呃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承受的 所以你觉得你的感情上的经历或者婚姻上的经历的 它是一个就是日积月累积累出来的 当然这点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个性不好 就是说呃我可能我最开始在交往的时候 嗯 因为我如果特别喜欢这个人 然后所以有一些事儿 其实哪怕我在早期已经发现了 但是你会选择容忍或者是说 迁就 然后对啊 然后哪怕我在早期我已经 呃发现了这个问题的苗头 但是我可能我还是选择去隐瞒 然后去选择 对 主观去忽略他 就会去选择让对方开心 然后那对方可能他就也会认为说 那你就是这样的 你就是 那这个对你来说 这种方式就是ok的 那然后到最后 那那最后这个东西就是日积月累那个压力 最后还是还是把我给压垮了 呃对 呃呃 其实因为事情的本质没有解决嘛 嗯 那我我觉得这个不太好 嗯 对这个也确实是我性格的一个缺陷 嗯 就是有有很多事 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不能那么痛快地去说出来 你的意思是 感情也应该做到丑话说到头里 你在丑话说就没有感情了 对啊 甜甜蜜蜜的时候 你非得花一盆凉水 对啊 就是我先跟你说啊 我你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对 我那个什么什么 这好像确实也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没有感情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那那岂不是这个矛盾那无事不可都在存在啊 对我觉得就是我我也是现在我才开始慢慢地就觉得说正面沟通这件事很重要 很重要非常重要 但是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随着大家的呃呃阅历的增长 就是这个所谓的人情世故的了解 你会呃呃在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 你会多一些对对方的体谅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比如说咱俩刚才讨论的问题 开玩笑说不能把丑话说到头里 但是其实就是如果我们都足够有这种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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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知道在哪个岔口 然后你们就越走越远 你一段好的感情太难了 要天时地利人和 真的是 你要有适当的人 适当的时间 你还要有适当的环境 然后这个太难了 我的前妻在离开我的时候 她跟我说的就是 每个人就是只能 能在人的一生当中 在另外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只能陪伴她一段时间 我现在听这个话就有点冷 来来来 那所以后来 你是用什么方式走出来的 你 一件事情 难受到是一定程度呢 你就会 你只要 你只要 一有时间 整个人一停下来 你就会去想这件事 不由自主 不管 你是睡觉也好 你是在工作也好 你是在干嘛也好 就是你会 不由自主地去想这件事情 你越想 你脑袋肯定越疼 你肯定越不舒服 你整个人都不好 所以 这时候就 实现到 有这个 兴趣爱好的重要性 就提一下除了体育运动的重要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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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几年的 对我很大帮助的一个 就是 我现在没办法了 现在不能 不能去踢球 不能去打篮球 偶尔也打 但是肯定不能 就那么激烈的对抗了 所以我现在接触比较多的运动是高尔夫 那两年挺疯狂的 挺疯狂的 一年 365天 可能打 100多场球 然后基本上 每天不是在打球 就是在去打球的路上 这挺好的 这样你就 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就可以在 那一段时间 可以不想这件事 对 你可以完全的 集中注意力在 球场 没办法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拜拜 这个 但是我还是 想 就是不管怎么样 你经历过什么样的 感情上的挫折也好 但是还是 我还是对这个事情 是抱有一个美好的 向往也好 或者是 期望也好 我会觉得有一天 我还是会遇到一段 感情 就我也不能保证 这段感情就一定 能够 陪我走完我剩下的人生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 会是没好的 其实很大程度上 你会经历什么样的事 是和你碰到什么样的人有关系的 对啊 有时候你经验 确实你总结也白总结 因为你 我特别喜欢你这句话 白总结 对 我就 我这个人就脑子特别 那个 我就不喜欢 做一种 动脑子的事 总结 真的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事 就是 你自己在那个反省期 你会 你会把它翻过来覆过去 然后就想很多 然后你当时说 你说 那到下一次 然后呢 我就不这么做了 但是你 你到下一次 它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情况 你知道吧 你在上个阶段 你抛弃的那些东西 在这个下个阶段 其实人家可能 可能恰恰是人家喜欢的 你无奈也好 或者说 你觉得这个事儿奇妙也好 然后它就是这样的 我就看到一句话嘛 其实这个是杜拉斯说的 嗯 嗯 他说呢 这个爱情是一个凡人 在一生中所经历的 最伟大的戏剧 嗯 我觉得这句话 简直是 太妙了 所以你准备写下来吗 哈哈哈哈 我可以写你啊 哈哈哈哈 我可以把你写进去 可以可以 只要你愿意 把那个之前的事情 然后就是跟我讲的 更加深 其实没有 真的 我觉得有时间都可以 都可以分享给你 我觉得没有什么 哈哈哈哈 你现在肯定也没有 只是这么一说而已 对 我是说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版权的问题 哈哈哈哈 那怎么办 我付稿费给你 哈哈哈哈 那你对我有什么想问的吗 嗯 就是你现在这种 状态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就是你 你觉得 有 当然这个问题很俗套了 就是有没有 就是你 理想中的那个 男生的样子 或者男人的样子 你不只是说样子吗 就样子 完全满 不不不不 我当然不只是 不只是外貌的这个 范畴 但是我就说 它是一个轮廓 它不用那么具体 就什么样的 我觉得男生会 会比较吸引你 或者是愿意 有放下自己的 很多的 因为毕竟嘛 这个我们觉得 还是很慎重的 不会像我们上学的时候 谈恋爱的一样 我就是觉得它好看 我就是要追它 其实我这个人呢 我一直是 怎么讲 就是我 我可能就是更看重一些 更踏实的事情 但是这个踏实不是物质的意思啊 就是 它踏不踏实 然后可不可靠 然后 安全感 对 就是安全感 但是安全感 其实也 也有 也包含物质层面的东西 因为现在毕竟大家 总是会 你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 它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 我 我这人是这样的 我觉得差不多就行 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就真的是 对 然后 我却觉得品质更重要 就我说白了 我觉得人品更重要 嗯 你 你觉得 我 我觉得遇上你就像遇上了大学同学 就真的是 就是那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嗯 就是如果我 现在还是在读大学的话 嗯 我会以由你这样的男朋友骄傲的 谢谢 这是非常真诚的想法 我 我第一眼看 看上你我觉得还是挺 嗯 挺有演员的愿意跟你去聊聊天 然后分享一下 谢谢 我自己的事情 嗯 然后 也可能交换一下很多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吧 看看 就是不是 有没有很多 能够契合的地方 所以今天 确实时间有限 我觉得 如果有第二次的话 我还挺期待有第二次 我也愿意聊第二次 我也愿意聊第二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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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嗯 这本书你带的吗 这是我带的 哦 你自己带的 对 这个送给你吧 哦 太好了 那这个送给你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还有礼物 很棒的 我难过的时候 伤心的时候 有困惑的时候 嗯 受到打击的时候 我就看这本书 你住得远吗 我还行 我住在长颖那边 您呢 哦 我现在住在艺庄 哦 住艺庄 艺庄挺好的 嗯 挺好的 嗯 挺好的 对 艺庄那边 然后环境什么的 都比较宽敞 嗯 城里现在就有点太那个 嗯 行 好 那非常 行 感谢你 谢谢 特别开心今天遇到你 好 也谢谢你的礼物 没有应该的 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书 也希望您喜欢 一会儿 对 一会儿我就 往那边去了 好的 那我就往这边去了 好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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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管是每一段感情也好 我都觉得至少是在当时是 就是自己都是 发自内心的去喜欢 对面的那个姑娘 然后 发自内心的是希望 看见她开心高兴 看见她在我面前笑 就是我就会感觉 好像整个世界都阳光灿烂似的 但是这是好的一面啊 你说 当然也经历过那种 不叫生离死别吧 但是也经历过 感情上的那种 你要不要喝口水 我觉得用背叛可能也 说不上吧 但是可能会有 也会有这种 不同的感受吧 你觉得在这个感情里面 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最不能忍受 就是两个人其实 都不喜欢了还要在一起 我觉得这就是最 最可怕的地方 但喜欢这个东西太缥缈了 对 尤其是 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时间还拉长了的情况之下 就是其实 我们的一开始的这种 所谓的新鲜感 退去 不管是对对方的身体 还是对对方的 各种各样的情绪 都熟悉了之后 他很难再做到那种 但是 我觉得也不妨碍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还会很默契 还会 就是我讲个笑话 你很容易能理解 然后双方有共同的朋友 共同的兴趣爱好 我觉得这些 也都是喜欢的一部分 我觉得在我们现实当中 就有很多感情 其实连这些 基本的也都没做到 但是两个人可能还在一起 这不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已经很少 就是会 说不以爱情为前提 然后去考虑一段关系了 我相信你我都不是这样的人 那肯定 对 这点我敢肯定 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 对 对我今天还看到一句话 然后他说 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人和人可能不认识 但是这个灵魂和灵魂会认识 你相信这类的话吗 你所谓的灵魂和灵魂之间的认识 就是超脱于世俗的东西 比如说 两个人的环境 背景 教育背景 然后工作等等 一系列之后 其实我刚才说的 生活中的一个特别小的场景 比如说我就讲个笑话 然后但是可能 确实只有你能听懂这个梗 你能接得住 这其实这就是灵魂之间的 就特别明白 相处 但这个我觉得 在感情当中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现在遇到的这样的姑娘多吗 不管讲 不多 很难 可能也跟 就是经历有关系吧 我是97年表演的 97年我刚入学 所以你是大师哥 所以你是大师哥 对对对对 来来来来来 哈哈哈 是啊 谢谢 大师哥 是 在那里面